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山东的 山东的 我们那时候是抓鱼的 我们也能算是老上海人 老上海人 现在外地到上海 叫新上海人 新上海人 我们算老上海人 真正上海人没多少的 移民城市 我们那时候老鼠风来的时候 这里是一条河 我们那个船就停在这边上 这边盖的房子 有河的时候 你应该是听老一辈人说的吧 我爷爷的爷爷上面说的 这个私房的话 就你们自己 就你们一家 原来应该有很多都没了 原来没有 就是我们一家 一直就是你们一家 一直就是我们一家 从原始到现在就是这样子 他们外国的房子 这是北俄罗斯的 这是后面是犹太人的 那边一座房子是有德国人的 基本上都是外国人住的 那边的房子 是日本人的房子 是日本人的房子 是的 就是惠美楼118楼 是的 那边 这个是惠美楼120楼 也就是最初 你们在这个洋房区 建了自己的房子 或者是说你们先来的 我们来的时候 这边没有一间房子 霍山路那边都没有房子 一直到上海庙 这一座庙就没有的 哦 就他们建这个洋房的时候 也没有说跟你们商量 说要 没有人商量的 外国人来就是中国人来打庄的 都是 全是中国人 好了啊 这里啊 跟他们不搭杆的 下去就行了 他装房子呢 他没反着你 因为土地多 也不需要说 正说你们这个 那个时候谁管理这个座 只要我好走路就行了 对不对 没人管理的 三百多年了 三百多年了 那您 我爷爷死掉的时候是81岁 我爷爷的爷爷 这爷爷 你算好了 他们都是八九十岁死掉的 哦 那真有三百年了 有吧 就这样都算起来是三百多年了吧 那真的是清朝的时候过来的了 是清朝时候过来的 清朝时候 那是有历史 到现在不是三百多年有了 有了有了 这个地还是这块地 但是房子翻建了几次的 房子几次了 这几百年来翻建了几次 最早的房子的时候是 边上是那个柱头的 以前的房子是柱头的 柱里巴的 柱里巴的 上面是盖的本瓦 就是那个就是大瓦 农村叫大瓦 那个弯的不是 一块一块的小的 叫本瓦 盖的是个本瓦 后来房子摊掉 烂了坏的 扒了以后再重搞的 重建 重建的就是他去这个围墙以后 我们再造建房子的 没为什么也都有的 有我们里面全有的 那住的蛮舒服的 所以我们不愿意 所以不想搬了 而且你不用爬楼 出来宽敞 是吧 出来挺宽敞的 那个就是煤气管子 看到了 看到了 一个管子 通过来的 蛮好的 什么都有 我们看我们家五张集权 五张集权 五张集权 拉系统一样的 那没有 那没有 我们自己就认为 我们这个跟拉系统一样的 但是我们里面门推开了进去 你眼睛一亮 轻轻爽 什么都有的 什么都有的 我的大浴缸给我卖掉了 不卖掉里面还有一个浴缸了 那你这里面面积不小了 路地面积算起来 这样子算起来大概有200个平方 200个平方 200个平方 那大了 从这里到这里了 那在一路上过去 那过来 在后面还有一个花园了 这都是你们家 我们以前房子在1234 有这四栋 四栋房子 厉害了 后面都给我们吹掉了 标准的大户人家这是 不是大户 他不算你面积你怎么办 他算你的就是有钱 你住的他算你的 你不住的他不算你的 这个住的是现在算 算的是 那里面也不小吧 也有好几个十个平方 将近60个平方 那蛮大的 那你这个 拆钱款不得了到时候 一直到那棵树了 到后面棵树看到 乡村树后面也是乡村 那棵也是乡村 这是你种的吗 很高的一棵乡村树 亚树喜欢吃乡村 这也是我父亲种的 不是我种的 这也是我父亲种的 都有历史了 你们家村在这里好几代人了 这样说你们家族 见证了上海的发展 可以这样说了 挺好 要搬新家也是个好事情 搬新家 你要看的 新的环境了 你们房子大 主堂多 你们可以买房子室友 现在一般家就是吵架 没有心情了 一般家就要吵架 现在一般家就要吵架 他本来兄弟几个在外面了 有钱的外面买房子了 买好了 没钱的就住在这里 现在来拆房子了 事情来了 来什么事情呢 来了问他要钱了 我本身好这点拆钱 我还买一张房子 买一套 现在兄弟姐妹手一分 完了 你房子也买不起 真的买个照间 要么就买个厕所间 理解理解 你总共分了五六百万 四个人一分 你说还有多少 你能买吧 买什么东西 是的 炒家 是的 对 亚述你们家这个房子 户口不多 我们六个 六个 都是你们家的人 还是兄弟姐妹 我们兄弟姐妹六个 老人家没了 前几年就走掉了 我们没什么 整了炒的 老人家生我们六个就是六个 多一个没有的 是的 我妈就是我们六个 我媳妇 我们家有规定的 媳妇不是我妈生的 外姓人 外女婿 你不要发言 闺女 闺女的男的 对啊 她所有外姓人 外姓人没有发言权的 就是我们这本家的发言权 对啊 大家没什么吵了闹的 就是兄弟姐妹几个 老人家下来 几个就是几个 大家评分分别算了 不用吵的 这是什么好吵的 是啊 对啊 雅述这边 兄弟姐妹都谈好了 没谈我们不谈的 达成共识了 我们不谈的 就早就不用谈 早就达成共识了 我们早早就 老子娘在的时候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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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做好了 好参加参加雅述家 我不是无所谓的 哦 近来是一个小厨房 厨房 这边臭水马桶 这是厨房 嗯 嗯 那这臭水马桶 我以前以前这是一个大的月光 给我吹掉了 对啊 这边是马桶 这边是卧室 卧室 这里呢我们还有一间了 看到 里面还有一间卧室 为了搞房子堆满了 这个呢我准备搞的 看到 那个北蚂蚁都煮掉了 哦 白蚂蚁不得了的 煮掉了 嗯 这里好多材料 啊 所以雅叔太爱劳动了 这没办法的呀 那准备就是搞搞房子 他现在要垂了 完蛋 对啊 不用你弄了 不给弄了 慢慢快钱 那材料买回来再见了 对不对啊 挺好的 我这个四方都住在里面不是多舒服了 雅叔身上还有这种山洞人的豪爽感觉 这没办法的 嗯 那就是山洞人 那就是山洞人 这是天生的没办法的 出了这个门口我们全部讲的是上海话 哦这样子的 我父亲也是的 出了门口就是上海话 我妈也是的 在家里我们一起讲话就是假洋话 你们的小孩的话就完全就是上海 本地化了 全部本地化了 全部本地化了 我们家方不会讲了 你们还受一点自己的父母的影响 对对对 他们一点不会讲 他们也不会了 我们是一个家族 一个家族过来的 那时一条船上面就是一个家族 哈哈 说起来这都是历史了 嗯 那时候老鼠中来这没有的 这一片沙地 一片沙地 那你这样说起来难以想象了 啊 难以想象这一片沙地 后面觉得我们 我们现在也讲不清楚了 那时候我爷爷爷的爷爷 他们也听我们爷爷讲的 咱们哪一件事哪个先造 奥特莱斯拿了个棍子了 地上打个庄子了 那先一拉就是他的了 这里的土地就是归他的了 他造房子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